Dieta毒株到底有多厉害 美国疾控中心公布了他们的一份数据 感染Dieta毒株之后 一个人可以将病毒传染给8-9个人 这个传播能力远远超过了03年的SARS 普通的感冒、流感等常见的呼吸道传播疾病 它的传染性跟水痘是类似的 Dieta毒株的传播能力比一开始没有突变的野生病毒强了非常多 而且即使你打完两针的疫苗 也不能够100%的预防感染 那么打了疫苗之后只能将感染的概率降低3倍 但是的话疫苗就可以将重症或者是死亡的概率降低10倍或者以上 现在的疫苗对于Dieta毒株的预防效果可能会下降很多 但是的话它可以很好的预防重症、预防死亡 那么我们的思路就要变了 打了疫苗之后还是要戴好口罩 可以预防你被别人传染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你打了疫苗之后 如果你得了新冠肺炎 那么你很有可能是个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的感染者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不知道 你就有可能不知不觉的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因为有一些研究显示 如果你打了疫苗之后 如果你感染了新冠病毒 那么你体内的病毒的量 跟没有打疫苗的人病毒的量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你的传染性跟没有打过疫苗的人是类似的 你可以非常有效的把病毒传染给身边的人 简单的来讲打了新冠疫苗之后 他预防感染的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了 但是他可以显著的预防重症和死亡的概率 各位朋友听明白了没有 赶紧转发给身边的朋友们 还有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事情 关注我 关注朋友们 每天进步 一点点